教大家勾置了小花瓣 这期视频我们来教大家勾置了外圈的大花瓣 大花瓣的勾置 我们需要先打一个活结 向上勾置13个辫子针 1 2 3 11 12 13 13个辫子针勾置完以后 倒2回勾 11个短针 倒数第一个 第二个调起左半根线 勾针绕线 脱出 绕线脱出 勾置第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 交扣做个记号 好 接着向后勾置 连续勾置11个短针 这是第一个 这条左半根线 勾置第二个 第三 4 5 5 6 6 7 8 9 10 11 11 11个短针 勾置完以后 我们在顶头的位置 连续勾置三个短针 钻过最后一个针目 钻过去 勾置绕线 偷出 绕线偷出 完成一个短针 同一个位置 再勾两个 好 W针勾完了 接着我们来勾另外一次 顶头 顶头的这个洞里面 我们已经连续勾置了三遍了 不用管它 我们在它的下一个针目上面 来进行勾置 向后连续勾置 11个短针 1个短针 找不到入针的位置 家们可以像这样把针目掰开 底部的线一样要进行藏线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11 接着我们来勾置第二圈 我们先与第一个针目的位置 就是基要扣的位置 就是基要扣的位置来进行引拔 钻过基要扣的位置 勾针让线脱出 前一根但是后一根 好 基要扣先不取下来 方便给大家去看一下针目 你们可以先取下来 第二圈 我们要先在基要扣这个位置 勾置一个短针的夹针 勾针让线 先勾置一个起立针 也就是一个辫子针 好 我们在基要扣的位置 就是第一针第一圈的第一针位置 勾置一个短针的夹针 现在取下我们的基要扣 钻过去 连续勾置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在我们勾置的第一个短针的位置上 做个记号 紧接着向后勾置 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钻过下一个微字形 拖出三根线圈 绕线 一次拖过 接着向后连续勾置 八个长针 勾针绕线 下一个位置 两根两根歪拖 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三个长针 四个长针 五个长针 六个 七个 八个 八个长针 勾置完以后 下一个位置 勾置中长针 勾针绕线 依次透过三根线圈 下一个位置 勾置一个短针 好 接着我们在顶部的这个位置 连续勾置三个短针 也就是W针 钻过顶部的位置 勾置绕线 拖出 一个短针 还在这个位置 勾置第二个 三个 三个短针勾完以后 紧接着 这一侧 我们先勾置 短针一个 再勾置中长针 接着连续勾置八个长针 勾置到线 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三个长针 四个长针 五个长针 六个 七个 八个 八个长针勾完以后 下个位置上面勾置中长针 好 中长针勾完以后 连续勾置两个短针 紧接着 我们来勾置最后一圈 我们与交扣的位置来引拔一下 钻过我们交扣的位置 前一根线带过后一根线 接着 取出铁丝 铁丝这边也是准备15到20厘米长 就可以了 铁丝放在勾针跟线中间的位置 我们先勾置一个起立针 也叫做辫子针 来固定一下我们的软铁丝 紧接着 取下我们的记号扣 记住这个位置哟 第三圈 我们要先向后连续勾置14个短针 现在我们刚才交扣的这个位置来勾置第一个 钻过去 拔出来 勾置绕线 脱出 完成一个短针 交扣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该做个记号 接着我们向后勾置 两个 三 四 十三 十四 十四个短针勾完以后 顶部位置连续勾置三个短针 先勾置一个 同一个位置 接着勾置 两个 好 还差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往上推 织物往上推 推到顶部的位置 还在这个位置上面勾置 第三个 三个短针勾完以后 我们来接着勾置另外一侧 好 我们来勾置左侧 左侧我们要先向后连续勾置13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 三 四 十二 十三 13个短针勾完以后 好 我们在下一个针勾上面勾置一个短针的加针 钻过下一个针勾连续勾置两个短针 来 第一个 还在这个位置上勾置 第二个 我们来与G要扣的位置引拔 线从两根铁丝的后方绕过来 钻过G要扣的位置 取下G要扣 然后勾针绕线 拖出 前一根线带过后一根线 把勾针放到两根铁丝的后方 勾置一个辫子针 好 接着由2-3mm的样子剪掉 拔出 拉紧 底部的这根线绳 我们可以给它拉长一点 剪断 正面朝上 掰过来 这个线绳可以像这样 固定一下 在我们的铁丝上面 微微向下卷一下 放在两根铁丝中间的位置 拧起来 小花瓣也可以像这样 操作一下 不想操作也可以不用操作 底部的铁丝 给它剪掉 留3厘米或2.5厘米都可以 剪掉 好 大花瓣同样 我们一共需要三个 剩下两个用同样的方法 大家私底下 自己勾支一下 感谢观看